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妈妈常常叫我们看路 踏地头看着地面 经过一个又一个渠戒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黑黑黑的渠戒 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上面还有密码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解密 香港开放初期渠戒系统比较简单 在地面做一些渠渠 利用雨水冲走骷髒物 直接就排出海 而渠渠是没有盖子盖住的 1894年那时候香港有鼠液 其实鼠液令政府更加关注到渠戒 如果没有盖子 也在路面很容易散播和痴生細菌 那时候政府将污水、清水分流 也将那些渠埋在地底下 如果没有盖子会跌人 所以就要把盖子盖上去 那怎样令渠戒目人员 跟眼就分辨到雨水还是污水渠呢 就是采用了原青方族设计 不过雨水渠盖后也改了做方形盖轰 那时候就因为圆形的盖 是很难拿起和放回去 那麽及后就改善了 连清水渠盖都转做一个双三角形式 那麽放进去 那麽也是为了工作人员容易分辨 就这样在面一看 就看到它不同的花纹 圆形放射性的花纹就是清水了 而四方点一粒粒的就是污水渠盖 在行人路上的渠盖都有两个石洞 方便它务住人员拉起它们 不过近年有部份就加装了小盖掩 遮住那些洞 穿高增鞋的人就不怕卡住 又可以防止污水避免蚊 一开始本港的渠盖 都是由海外的工厂所驻作 例如这一个驻有Burn Brothers的 就是来自英国伦敦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获之前 就已经安装在跑马地协和里这个位置 随着的需求 在六七十年代 那些渠盖已经在香港自己驻造 再加上当时有两大船路 有太古船路和黄埔船路 其中有一些盖 我们看到的都是写着太古的 都是当时的太古船路驻造的 而现在的渠盖 最大多都是由内地工厂所制造 渠盖上面那么多舌 除了有工厂的名字 还显示了制造年份 合约编号 和渠盖加成重级别 M即是中级 重大约100公斤 一般安装在行人路 而H就代表重级 大约重130公斤 可以承受重型汽车在上面行 不过不要以为路上的井外 一定是由政府管理 有些印着HK政府标志 但又位于私人地段 其实是政府以前 为早期落成的私人物业 建造连接公共渠道的渠管 而后续保药 是由业权人自行负责 下集会再和大家去看看 本缸美化渠盖的计划 本缸美化渠盖 本缸美化渠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